跟着火火兔学古诗 闲读古人诗 应看古人意 古诗好难学呀 我不学了 一点都不难 看看故事就懂了 我们一起看故事学古诗吧 月落五体霜满前 将风雨火堆愁灭 五宿城外寒山寺 夜漫终身道客船 月落五体霜满前 将风雨火堆愁灭 五宿城外寒山寺 夜漫终身道客船 先生 夜深了 月亮已经落下 外面乌鸦提叫 寒气满天的 先生早点进船休息吧 这会儿躺下对着江边风树和雨火 只能伴着忧愁入睡了 先生想来是 忧假忧果的积履客人吧 可不是 如今身处乱世 没有归宿 怎能不忧虑呢 这是什么声音 啊 这是古苏城外 寒山古寺 半夜敲钟的声音 这会儿都传到客船这儿来了 小朋友们 现在知道这首诗 讲了个什么故事吗 让我们再来看一遍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